和任何冒险一样 对食物和财富的渴望 激励人们走向大海 海南 中国最南部的省份 热带温暖的阳光 世界上最宽阔的大陆家 孕育了一千五百多种鱼类 数百种海洋生物 每年八月休于期结束之后 南海边的淡民将再次出航 淡民是中国唯一以海为家的族群 过去大约两千年的时间中 他们始终生活在船上 几十只远离陆地的船 连在一起就构成了淡民的村落 孩子在这样的村落中出生 老人在这样的村落中死去 和陆地不同 决定淡民村落位置的不是土地 而是洋流 渔群和风 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一些淡民村落 依然是每年春夏 随南风而来 到了冬天 再随北风而去 牵引随波逐流的生活 使得淡民成为最出色的航海能兽 和海洋猎兽 这一次为了获得更大的收获 黄亚路准备潜入更深的海底 和祖先们一样 黄亚路征服海洋的工具 只有鱼叉和水晶 从十岁起就开始潜水 让它即便不借助配重 也能到达将近二十米的海底 随着深度的下降 水压也越来越强 两分钟之后 压力几乎挤出了 它肺泡中的每一丝空气 海底冰冷的水流刺激而到 剧烈的疼痛和眩晕 会让许多潜水者 彻底丧失方位感 此时每一秒 对黄亚路来说 都是生死讨厌 这样的博弈 今天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都在不断地进行 为了获得食物 资源 财富 从远古 人类就开始跨越极限 在最不可能的地方 建立家园 这场将沧海变成桑田的生存博弈 改变了我们 也重塑了自然 和自然不断地对抗 妥协 征服 顺利 让不同的族群 养成了不同的环境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连刀划过头皮 滚两声在痛苦中 开始了自己的成人礼 成人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橘子树,目指坚硬,不容易开裂 由它制成的枪霸可以伴随孩子走过整个一生 在铸铁枪馆中加工出唐线 要向几种猎物听觉嗅觉感知风险的能力 甚至比枪支和射击技术还要重要 距离巴沙苗寨六公里就是丛江县城 这里也是滚两生父亲打工的地方 和苗寨相比,城市对八岁的孩子来说 无疑更具诱惑,更有吸引力 随着城市离村寨越来越近 几个世纪丛林生活积累的知识、技能 或多或少已经不再实用 当父亲也改掉传统的法式 前往城市打工时 自己为什么要跟随寨老 学习自然中的生存之道呢 新疆沙车浑浊的水流发出巨大的声响 一年一度的洪水再次溢满了塔里木河干涸的河床 塔里木河,中国最长的内陆河 从帕米尔高原上的雪峰冰川发源之后 经过两千多公里的跋涉 最终在中国最大的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形成尾驴 在新疆,塔里木河被称为脱江的野马 每年夏季,冰雪融水借助高山湿能 一显千里 迅猛的洪风不断切割沙漠绿洲上松软的土壤 一旦河水冲出河床 两岸毫无遮拦的村庄将变成一片汪洋 塔尔扎克村就位于河床边上 为了抵御洪灾 每年村民们都会修建树梢子坝 树梢子坝是一种简易的水利工程 先用钳丝将三根三米长的树干捆扎成锥形 接着在木架中塞满长满树叶的枝条 最后将一组组木架沉入水中 木架和枝条吸饱水之后 会借助自身的重量和外力 深深地炸在河床底部的淤泥中 这种做法看似原石 却能极大地降低水流的速度 减少河水对低岸的冲刷 这种人和自然的对抗 每个夏季都会重复一次 尽管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但是一年一度的洪水 最终会将大部分树梢子坝 和村民的努力一起带走 为什么不建起更加牢固的堤坝 将自然一劳永逸地束缚在 人类的力量之下呢 将自然束缚在人的力量之下 对边九来说 不仅是工作还是使命 西藏山南边九的家 在这里 威俄的喜马拉雅山脉 阻挡了印度洋的暖石气流 虽然山南 位于雅鲁藏部江河谷地带 但是依然干旱烧雨 从十二月开始 连续七个月 河谷中的风力 会达到每秒十七米 连牦牛都无法抵御的大风 卷起漫天的沙里 阳尘过后 雪风变成了戈壁 河谷中的风力 河谷大的时候 早上 河谷就这样 东北来的 全部就这样冲过去的 下午 还有六点七点时候 一河谷就这样 西边来的 就这样 我树 树根子它们就哇掉了 要想阻挡黄沙 植树是最好的办法 一米乘一米的草方阁 可以降低风速 方阁内撒上草籽 能够固着土壤 稳定的土层之上 开始扦插树苗 大约三年 就能培育数十万株 比赛 鞭九为自己的计划感到骄傲 但是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 却有可能干扰了大自然更神秘的规律 塔克拉玛干 中国最大的沙漠 一望无际的沙丘 如月球表面一般荒凉 卡尔曲克村就位于这片荒凉之中 和居住在沙漠中的大多数居民不同 在卡尔曲克生活的罗布人 主要的谋生手段不是放牢 而是捕鱼 把整颗狐羊掏空 就制成了罗布人的捕鱼工具 卡盆 千百年来 借助这种快得连鸟都飞不过的独猪 罗布人不仅获得了食物 更重要的是 还从鱼身上获得了沙漠中匮乏的无极烟 以及众多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 水 沙漠中最匮乏的元素 为什么生活在沙漠深处的罗布人 却能以水为生呢 从上游汹涌而下的洪水 越过沙丘 以一泄千里的姿态 在沙漠中形成满滩 曾经让人们畏惧的自然灾害 对狐羊来说 却是唯一的生机 狐羊 沙漠中最顽强的生命 为了获得水分 成年的狐羊可以生长出和树冠一样高的根系 在发育强大的根系之前 狐羊幼苗要想生存 完全依赖于一年一次的洪水 洪风过后 微量的水会渗透 流存在疏松的沙里间 这些水不仅养育了狐羊的幼苗 而且经过万年的累积 会在沙漠之下 形成纵横千里的地下河道 一次又一次的满滩 将狐羊的种子 幼苗一点一点带到沙漠深处 最终 在塔克拉玛干 这片死亡之海中 形成了达三万八千公顷 世界上面积最大的狐羊林 狐羊涵养了水源 让人们可以在沙漠深处捕鱼 受力 千年来 这种源于自然的生存经验 已经融入生于丝 长于丝的罗布人血脉之中 罗布老人去世后 遗体将被装练在他使用一生的卡盆之中 后人相信 只有这样 他才算完成人生的循环 回到祖先生活的大水和湖阳林中 自然 以超乎人们认知的辉煌和博大 跨越时空 构造了生生不息的循环系统 在这套系统中 他也会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 彰显自己的法则 萨热所当 传说中西藏的第一块农田 这里 距离边九的苗圃仅有一江之隔 风 土 沙利 这些边九竭力降伏的元素 在萨热所当 却成了上苍最珍贵的馈子 当风力减弱之后 沙利 矿物质 动植物被风化的残渠 最终沉积成土壤 在它之上 人们播种收获 在农耕的基础上 建立起高原上最初的文明 在自然神秘莫测的循环中 如何面对自己又如何面对自然呢 在自然神秘莫测的循环中 沉添地 河老师怎么 陈淑欣十二岁 特殊的生活环境 让他在童年时 就不得不开始 思考这个深奥的问题 深圳 陈淑欣出生的城市 只用了三十年时间 这里 就从一个小渔村急速膨胀为拥有一千多万人口的超级都市 大学毕业之后 陈淑欣的父母来到了深圳 将青春奉献给这座移民城市之后 他们获得了成功、富足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的问题陈淑欣无法回答 深圳是自己的家 这个家里有自己的父母 宽敞的卧室 以及自己最喜欢的钢琴 当自己的家越来越大时 披露 这些陪伴自己度过童年的伙伴 窝却越来越小 过去几年 在陈淑欣的家门口 又有69平方公里的海洋 变成了陆地 在陈淑欣的反复恳求下 他的父亲创立了一个工艺组织 宗旨是借助潜水设备清除海洋中的垃圾 虽然在小舒心的内心中 这样做还远远不够 但是至少可以给那些和自己一样的披露宝宝 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成长空间 为了更好的生活 人们来到城市 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 更舒适的住宅 更有吸引力的工作 城市又不得不改造自然 侵占别的物种的生存空间 当海岸线随着城市体量的扩张 越来越向海洋深处延伸时 当城市中的树林 水 甚至干净的空气 都开始变得越来越稀缺时 人们又制造出昂贵的装备 去挽救自然 从工业革命起 城市成了人们主要的生存 但是在城市中 人们的一切追求 最终却似乎变成了恶性循环 怎样才能打破这个拐圈呢 武当山 中国最著名的道教圣地 大小72座山峰 将周边森林 湖沼中流动的气流 聚拢在岩石之间 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期 人们已经在这里冥想 修行 通过调节呼吸 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 达到更高的境界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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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没有 看的是很兇命的线 不要这样一直剁 然后看这个 对 它不够 力量大一点 身体 以后马上就变了 你看 好 功夫是修行中不可缺少的环境 在这种修炼中 导师往往会模仿动物 植物行云流水 为修习者设计特殊的对抗 通过这样的反复练习 不但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 提升修习者的身体机能 而且导师相信 这样做还能够帮助他们 领悟自然的奥秘 我也是在奥运学院 在网上的University of Alberta 在Canada 我的主导师 Gene Debernardy 做了研究在鲁岛的鲁岛 鲁岛 我非常推荐我来讨设计我的课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云南罗平 北回归县从这里穿过 太阳的能量加上水土的养分 使罗平成为中国油彩花最先开放的地方 在错落的锥形山峰点缀下 八十万亩的油彩花铺展成一望无际的花海 陈冲良是在花海中讨生活的人 他的主要谋生手段就是养风 异乡风啊 看风是强的 强的可以踩到个五六公斤 如果弱的呢 有可能就是半公斤 一公斤左右 罗平 位于云轨高原 上亿年前 强烈的地壳运动 将沉积在海底的石灰岩 抬升出海面 经过数十万年水流的冲刷 岩石中的碳酸钙逐渐流失 组成高原的巍峨群峰 最终被消融为启力的卡斯特地貌 沧海桑田的举变 为罗平这座宏大的人工花园展开了画布 给这卷画布涂抹上颜色的不是人 而是蜜蜂 蜜蜂 这种并不起眼的小生命 承担着为人类三分之一的粮食 蔬菜 水果授粉的工作 有人断言 如果蜜蜂消失 人类只能再活四年 在罗平 每年油菜花盛开的时候 将近四万群蜜蜂采蜜授粉 正是因为它们 使得罗平油菜籽的产量 比自然授粉区高出了百分之四十 山丘 花海 蜜蜂 构成的生态系统 成就了陈冲良这样的养蜂人 要想让自己融入这个系统 它首先要做的就是蜜花蜜蜂 蜂子也不好少了 早就也成不出来 成不出来就不早 不早就好像屋头里滚好的 一天上山我也不放心 滚好真心命年 养到一八十五 在罗平 蜂群分为两种 土生土长的中华蜜蜂 海外引入的意大利蜂群 陈冲良的目标 就是中华蜜蜂 中华蜜蜂 早晨六点就开始采蜜 平均每天 比意大利蜜蜂 多工作四个小时 作为原住民 千百年来和中国作物相伴相生 使得他们能更好地捕捉到 被阳风忽略的品种 和博来品相比 中一万年的自然造化相比 他的努力也许微不足道 但是正是这种微不足道 将人和自然的冲突降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指 Navag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ackers Smash 苗寨中滾两生的成人礼 开始了最难的一刻 用山木和竹子制成的乐器 吹奏出自然的声音 和竹子制成的乐器 在这里 这种演奏不仅是未来求亲时必须的记忆 也是和祖先沟通时使用的语言 巴沙人一出生 就在森林中选择一棵树作为自己的提身 死了就埋在这棵树下 村寨中没有坟墓 对孩子来说森林中的每棵树都是亲人 对他们的称呼也是爷爷奶奶长辈高祖 进我们的坟墓上面全部是大树 人就埋在树间 树就养人 人就养树 树的水分往下流 就为了我们灌了我们田 就为了我们这个生活 古老的技能也许在今天已不适用 但是历经岁月积淀下的智慧 依然可以指导我们的生活 当人和自然跨越界限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血脉相连时 也许生活中绿色就不再稀缺 好 中文字幕的编词 似乎 新冬 内容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